深夜,两个女孩在仓库,准备尝试一下真爱之吻 突然被一旁的声响打断 两人探头一看 一个头骨直面而来 甩了女孩一脸去虫 FBI很快来到现场 女警长说,头骨会飞 是一只耗子顶着头骨造成的 小谷检查了尸骨 初步判断,这只大耗子当时应该在吃死者的大脑和眼睛 被两个女孩惊吓到,才跑了出来 死者是名女性,年龄未知 但一定是死后被斩首的 尸体已经被肢解 众人在灌木丛中一番寻找 果然发现了尸体的其他部位 杰克根据尸块周围的昆虫判断 死者死于十天前 肋骨上有锯断的痕迹 还有几处被折断的痕迹 另外,温德尔发现死者的下颌骨有钝气挫伤 小谷瞬间知道死者是谁 他的高中同学小美 下颌骨的钝气伤 是小谷当年网球课不小心打到的 经过调查 小美在高中时代是个万人迷 还和高中同学阿杰结婚了 奇怪的是 小美的死法 十年前还有一起 死者叫沙拉 曾经是阿杰高中时代的女友 两个跟阿杰有关的人都死了 这个阿杰非常可疑 很快小谷便在学校碰到阿杰 她跟大美一块 准备去体育馆布置同学聚会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布斯决定不公开身份 暗中调查 小谷告诉布斯 自己上学时虽然喜欢动物尸体 但也有个真心实意的朋友 就是管理员大爷 他经常会给小谷抓一些动物来解剖 随即两人来到了大爷的地下室 这里非常的阴森 满墙的工具 无疑不透露着诡异 阴森的地下室里 管理员大爷长相下人 手端排骨出现 小谷特意用布斯氏记者的身份打掩护 问了大爷上周案发时的行程 大爷说自己去买了小谷的新书 此时他希望小谷给他签个名 目前来看 大爷虽然行为怪异 但他不是凶手 实验室这边 温德尔发现死者背部有多处刺伤 其中一处刺穿了肋骨 导致流血过多而亡 胸器形状类似薄片 杰克在伤口处发现了钛合金威力 上面还有硫酸带残留 暂时只能证明胸器能切断金属 这时他们收到了小谷发来的照片 原来体育馆的同学们 忙着准备同学聚会 电锯 菜刀 斧子齐上阵 一剑比一剑锋利 安吉拉将照片上的武器 和刺伤窗口进行对比 他发现凶器是冰雕刻刀 而这把刀是同学凯莉的 那么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据一位黄发的雷贝卡所说 小美和凯莉曾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后来由于小美终止合约 导致凯莉损失惨重 小谷二人找到凯莉 此时的她看起来十分随和 还说这一切不能怪小美 上周案发时 自己一直住在父母家 有不在场证据 就在这时 杰克有了新发现 之前化验出来的硫酸钙 来自老师粉笔 骨头上的痕迹则表明 分饰工具应该是把环形剧 哪里能找到粉笔和环形剧 哪里就可能是案发现场 符合条件的就只有木工科 阴森的木工科教室里 充斥着浓郁的漂白剂味道 或许凶手已经清理了现场 木工老师看起来也很异常 可他也是上周来上课时发现 教室里一尘不染的 管理员大爷称 自己也没有清扫过这里 如果凶手在这里分尸 那么定会留下痕迹 果然 在一旁的角落发现了很多粉末 用水检测后 小谷确认这就是骨头粉末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另一边 同学聚会开始了 阿杰着急给妻子小美打电话 但一直没人接听 看样子他并不知道妻子死亡的事 他可能不是凶手 突然管理员大爷拿出刀 吓得布斯眼睛都瞪直了 只见大爷割断了一根绳子 漂亮的金属星星从天而降 随着五尺闪耀的彩灯 散发出美丽的光芒 看着这些闪亮的星星 小谷瞬间想起来 这些美丽的东西和凶器非常相符 当即取下一个 让布斯假装拍了一张照片 传给安吉拉 经过对比 与小美致命伤完全吻合 而且追尖的边缘显示 切割五角星的锯子 正是肢解尸体的那一把 小美背部有多处伤口 如果一下下往她身上扎 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温德尔突然想到 如果木工教室中有风干架子 用来晾干这些五角星上的油漆 那么死者跌倒在上面时 就会造成这种伤痕 可不会折断两根肋骨 除非有人按住了她 看来凶手恨透了小美 小谷问大爷谁做的五角星 大爷指了指大美 看着大美将阿杰抱在怀里 脸上流露出的笑意 小谷立刻确定大美就是凶手 大美当即被带上了警车 并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她和小美是好闺蜜 为了共享阿杰 联手杀死了沙拉 结果小美背叛了她 和阿杰结了婚 这引起了大美的不满 于是一气之下 杀掉了自己的好闺蜜 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 大美却没有一丝悔意 上警车前 还想让阿杰来见她一面 她说 阿杰见不到自己会担心的 很显然 这个女人的爱情观已经被扭曲了 我说她是一面